大家好,我是低格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 妈东西最新历史 外家父们 在一所韩国监狱里 一个戴着粉红色手套的标情大汉 正沉浸在做针线活的世界中 不料 突然被隔壁传来的打斗声 拉回了现实 而此人正是韩国叱咤风云的黑帮大佬 马叔 马叔因黑社会 胁迫 伤害他人等罪名入狱 被判处了28年的量刑 当然 这样狠厉的马叔 即使到了监狱中 也一样是老大 就连监狱中的狱警 也对马叔礼让三分 此时在外打架斗殴的犯人们 一看到马叔到场 历时停手 撤退到一边乖巧地对马叔鞠躬 通过和狱警交谈 马叔了解到 原来是监狱中 来了一个名叫幼城的新人 这新人年纪轻轻 性格十分暴躁 据说在外面杀了不少人 马叔对这个新人没什么兴趣 只不想让打斗声 扰了自己做针线活的雅兴 于是上前解围 没想到 幼城对马叔出言不逊 还打算动手 被马叔一手掐上了喉咙 断气晕了过去 这边马叔刚解决完监狱的暴动 就被监狱长请了过去 并被告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马叔的挚友 同时也是东方派头目的南明熙 被人杀害了 南明熙跟马叔是过命的交情 而且马叔入狱也是为了南明熙 可想而知 南明熙的死亡对马叔的打击之大 监狱长知道 马叔与南明熙的关系 也清楚马叔的情况 于是 特许马叔暂时出狱两天 悼念南明熙 出狱后的马叔第一时间 去探望了南明熙 看着南明熙微笑的照片 马叔下定决心 一定要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在这之后 马叔又去看望了老师吴九卓 吴九卓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 只因女儿意外死亡 自己又查出癌症 导致吴九卓一蹶不振 整日用酒精麻醉自己 从吴九卓这里 马叔得知南明熙的死 似乎与中部派的人有关系 画面一转 几辆警车正护送着 一球车的犯人转移监狱 其中 在一辆护送车 还载着一位女犯人 郭露顺 郭露顺是一个颜值智商 双在线的江湖女骗子 警方这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他捉拿归案 车队在加油站稍作修整后 继续赶路 不料这时 一辆来历不明的卡车 突然撞破围墙强制变道 这辆卡车目的明确 他疯狂地撞向 迎面驶来的警车和球车 开车的警察们 还都来不及反应 就被卡车撞翻 一时间 囚犯和警察死的死 伤的伤 片刻之后 一些伤势较轻的囚犯 清醒了过来 他们趁着警察昏迷 偷偷地拿走钥匙 从球车里逃了出来 没想到此刻 从远处开了一辆车 他们显然 与卡车司机是一伙的 而他们的目的 就是杀死其中一名囚犯 关键时刻 女警刘美英清醒了过来 和蒙面司机搏斗 但由于刘美英 刚刚经历车祸 意识还不清醒 因此最终 被司机捅了一刀 晕倒在地 不久之后 马叔就得知了 刘美英遇害的消息 原来 刘美英也是马叔 为数不多的交心朋友之一 一连两个朋友的不幸遭遇 马叔彻底愤怒 马叔来到中部派 以一己之力 对抗所有人 马叔全权倒肉 很快就将所有人打倒 然而从小弟的口中 马叔才知道 中部派的老大 卢尚直 早就被抓进了监狱 原来 那辆运送囚犯的球车中 就压有卢尚直 而那些神秘人 也明显是为了杀卢尚直而来 与此同时 吴九卓 终于有些坐不住了 此时的严局长 也在为这场 史无前例的犯人被劫 恶行事件 忙得是焦头烂额 从严局长这里 吴九卓 才得知了更具体的事情 原来 卢尚直在一个多月前入狱 在狱中 他数次遭人自杀 就在前不久 卢尚直单独找到刘美英 告诉刘美英 自己有重要的东西交给他 结果还没等到两个人再次会面 卢尚直就又遭到自杀 最终 警方考虑再三 准备把卢尚直转移到别处 谁知 在途中再次遇袭 很明显 警局中有内鬼 在严局长的支持下 也为了迅速破案 吴九卓决定 再次将特殊犯罪搜查科成立 所谓特殊罪犯搜查科 便是从组员到成员 全部都是判刑人员 他们不用听上级命令 不用走法律程序 唯一的要求就是 给罪犯留一口气 很快 吴九卓就开始从组队员 蠢萌的黑帮老大马叔和幼成 相继加入了特殊犯罪搜查科 在吴九卓的指挥下 他们决定 先抓捕唯一的女罪犯 郭露顺 好巧不巧 马叔曾经的一个小跟班 与郭露顺是挚友 在马叔拳头的威胁下 小跟班顺利帮助特殊犯罪搜查科 抓捕了郭露顺 紧接着 吴九卓等人决定抓捕 有着义贼称号的金昌民 金昌民实属一个 比较难抓捕的罪犯 他行踪诡异 国法多样 职业也多样 就在众人 谈有关金昌民的事情时 郭露顺向吴九卓 提供了自己对金昌民 读到的见解 就这样 因为抓捕金昌民的事宜 郭露顺也加入到了特殊犯罪搜查科 至此 特殊犯罪搜查科彻底成立 而搜查科的三人 至少都有五年星期 所以吴九卓开出筹码 抓住楼楼减刑三年 抓住头目减刑五年 特殊犯罪搜查科的几人 很快就进入紧张的工作当中 因为郭露顺存在 吴九卓等人 也迅速地发现了有关金昌民的踪迹 原来 金昌民每逃到一个地方 就会利用自己的身世等 骗取一个有钱女人的信任 也正因为有无数女人的帮助 金昌民才能够一直不被警察抓住 在这不久之后 吴九卓等人 就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女人的身上 当天晚上 郭露顺就去会面了这个女人 果然这个女人大晚上还去送饭 在谈及金昌民的时候 眼神闪躲 跟随着这个女人 特殊犯罪搜查科 又成功地抓捕了金昌民 现在 再逃的囚犯只剩下卢上职和朴成泰两人 就在搜查科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突然收到一条两名警察被杀的消息 而杀人者正是搜查医科在寻找的朴成泰 与此同时 又成通过警车中的行车记录仪发现 卢上职和朴成泰在一起 在这之后 郭露顺、马叔和又成三人 来到一位名叫韩美静的女人家里 多年前 韩美静曾举报朴成泰赌博 因此 他们担心朴成泰很有可能回来杀韩美静 不料 韩美静不但没听从几人的劝稿出去躲避 还在郭露顺等人离开后出了门 韩美静打车来到了一家KTV 然而他刚进去 就看到前台的男人 头破血流已经被杀死 韩美静还没来得及逃跑 就见朴成泰攥着手上的血迹 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另一边 得知韩美静离家的马叔三人 也迅速地赶到了KTV 抵达后 由马叔在外面观察情况 又成和郭露顺上楼去找韩美静 不料 又成在上楼的过程中 突然看到了卢上植 于是追逐了卢上植而去 郭露顺无奈 只能自己只身前往KTV 刚到KTV 郭露顺就看到被害的前台 又听到一个房间中 传来韩美静的尖叫声 郭露顺上前开门 却发现门被紧紧地锁死 为了救韩美静 郭露顺只能用身体不断地撞门 可是房间里朴成泰 早已用桌子柜子等东西堵住了门 任郭露顺撞得手开始流血 门仍然没有一点松动 就在这个时候 马叔拿着一把大锤子 一锤凿开了门 救下了韩美静 顺便将朴成泰打了个半死不活 令人高兴的是 那边又成也抓住了逃跑的卢上植 马叔等人将卢上植 带到了一所教堂当中 因为马叔认为 是卢上植杀死了南明熙 所以决定杀死卢上植 生死之间 卢上植只能赶紧交代 南明熙并非自己所杀 而且宣称自己并不是中部派的老大 原来中部派早已经被日本黑帮集园组控制 该组织统一了日本黑道 于是把业务突然到韩国 他们贩卖毒品和人体器官 诱导一些想要赚钱的学生 成为他们的试验品 手段残忍 甚至让卢上植这样的人都看不过去 因为集园组实力雄厚 而且与政界关系紧密 所以发展十分迅速 或是卢上植良心发现 在入狱后 卢上植想要将自己手上掌握的集园组犯罪证据 交给刘美英 正因为如此 他才遭来杀身之祸 说完 卢上植从怀中拿出一个黑色本子 突然 严局长带着一帮特警杀入 从马叔的手中 抢来了黑色本子 原来严局长早就被集园组收买 他如今的位置 也是靠着集园组得来的 拿回本子后 严局长带走了卢上植 又命令特警将三人绑在教堂的柱子上 准备将所有的黑锅都推到吴九卓 与马叔几人的身上 在点燃教堂 伪装成几个人出意外事故死亡 严局长打得一手好算盘 可千算万算 也没料到马叔居然凭借着蛮力将绳子正断了 与此同时 因为癌症暂时住院疗养的吴九卓 也发现了严局长的猫腻 于是驱车来到教堂 解决了那些特警 另一边 警察赵东哲给几人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 通过几天的调查 他们发现 有一家玩具厂没有一个大神 锦出的都是彪形大汉 十分可疑 马叔断定这里 就是集园组制毒品的药厂 既然知道 敌人是谁和敌人的位置 那么事情就很简单了 吴九卓带着三人 直接来到了玩具厂 可能担心人手不够 马叔还叫来了一个外号鬼脚的小弟 事实证明 这个鬼脚名不虚传 他脚下迅速 招招狠力 片刻之间就解决了一众人 此时楼上的集园组老大 通过监控看到马叔等人闯了进来 又收到严局长手下人被抓的消息 当即命人给严局长灌了毒品 准备将所有的黑锅都推到他的身上 就在老大出门 要去天台坐飞机离开的时候 他们迎面 在走廊碰上了已经追上来的吴九卓和幼城 老大留下一个打手阻止两人 他自己则和几个手下来到天台离开 这名打手人高马大 吴九卓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片刻之间就被打倒动弹不得 幼城看见吴九卓被打倒了 心中愤怒不止 恰巧此时 马叔从楼梯爬了上来 在得知集园组老大上了天台后 马叔又急忙跑到天台 马叔用身体将天台的门给撞开 几个黑帮手下 看到马叔立刻冲了上来 他们手持小刀 刀刀致命 身手也不是一般小青黑帮的人可以比拟的 因此片刻之后 马叔的身上也挂了不少彩 解决完小弟后 马叔终于和集园组老大一决高下 集园组老大虽然碎熟看着烧掌 但身手不俗 每个动作下去 马叔身上必定见血 速度上 马叔丝毫不占优势 但好在马叔身体健硕 力量上称第一 没人敢称第二 于是马叔趁着老大拳头起来 直接一个反手将他的手腕掰折 看着痛不欲生的集园组老大 马叔上前一拳将他打飞了起来 此时此刻 马叔也终于替自己的好兄弟南明西报了仇 另一边 鬼角与幼城的大斗也接近尾声 等到赵东哲带着大批警察赶到的时候 统一日本的黑道组织 已经被吴九卓这么五个人 赤手空拳给剿灭了 最后 严局长被抓了进去 几个人的减刑计划是泡汤了 何幸中 令人高兴的是 吴九卓找到了合适的移植心脏 这部电影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 电影中依然延续了马东西的味道 以暴之暴的剧情看得人十分过意 根据这部电影的结尾 猜测应该会出第二部 让我们事物以待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B哥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